从字面来看,纯素与素食只差一个字 为什么却说,唯有纯素饮食才是真正的环保呢? 这是由于该两种饮食形态所摄取的食物并未完全相同所致 在英文词汇中,vegetarian,素食,一词最早出现于1847年 由Joseph Brotherton等人在英国素食协会的成立典礼上首次正式提出 而Donald Watson于1944年所创造的Vegan一词之内涵,则比vegetarian更未深广 Vegan是一种哲学和生活方式,旨在尽可能和可行地排除 喂了食物、衣服或任何其他目的而对动物进行的一切形式的剥削和虐待 进而促进无动物替代品的开发和使用,以造福人类、动物和环境 因此,Vegan是一种生活哲学与方式,而不只是饮食类型 将Vegan一词翻译为纯素,显然窄化其完整原意 于是,有人转以为根来取代纯素一词 不过,为求简单易懂起见,本片仍赞将Vegan意味纯素 目前,地球上许多资源被用来生产动物食品,对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例如,畜牧业需要砍伐森林以确保放牧的土地,并且需要大量的水 此外,鸡、鸭、牛、羊放屁和打嗝会产生甲烷这种比二氧化碳更能流制热能的温室气体 助长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 因为,Vegetarian可以包含淡素、奶素以及海鲜素 因此,这类饮食习惯可助长畜牧业之发展 而Vegan之纯素饮食则完全不食用任何包含动物成分的食品 故有助于减缓地球暖化 因此,我们可以说,唯有Vegan所衍生的纯素饮食才是真正的环保 岂可防止地球环境的破坏与后续衍生的灾难 虽然,全球素食人口比例的前三名国家分别是 印度20%-39%、墨西哥19%以及台湾13%-14% 但是,这是素食的人口比例 其中依然包含淡素及奶素等有助于畜牧业发展的饮食方式 而真正可以解决地球暖化问题者则为纯素的饮食方式 目前世界上较为高度发达的国家,几乎都可以看到纯素餐厅 关于纯素商品的企业及品牌一如雨后春笋般,纷纷冒出头来 根据澳洲纯素品牌FutureKind的资料显示 截至2020年为止,全球纯素人口最多的前十名国家 依据是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、加拿大、爱尔兰、美国、德国、荷兰、瑞典、奥地利 近年来,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人成功昏转素 依据非营利组织Veginary所委托的市场调查机构发现 现在估计全球约有8亿人为素食者 其中1亿人为不吃蛋奶及动物成分的纯素人士 如果,推广纯素饮食的运动持续以目前的速度前进 预计10年后,全球将有20%的人成为纯素者